我们今天其实来讨论的 身体真的这么没有感觉吗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没感觉的 神经太大条 这些地方生病了却不会痛 实际上我们常说是一个 跟感染一样是一个无声的杀手 那有你看很多新闻就是说 有些人来就医的时候 其实已经比较默契了 有时候第三期 第四期 那其实也不是说 他们不早一点来就医 是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的食道有弹性 所以当你第一期 第二期 食道开始有一点病变的时候 其实你吃东西也没什么 特别的感觉 因为它有弹性 食物还是过得去 通常你会觉得要卡卡的 觉得吞吞 吞不太下去了 常常这个肿瘤已经大到 这个管腔的一半以上了 这时候你就会有明显的感觉来就医 那这个时候也都已经到第三期了 所以我们台湾差不多来诊断 食道癌差不多有 那如果你今天去照那个 胃肠胃镜的时候 也会看到吗 第一期 第二期看得到 可以 可以 第一 第二期 胃镜是没有问题 那因为它是有时候会有些 黏膜的一些病变 有时候做内视镜是检查得出来 那我今天来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这个食道癌 它有一些危险因子 那我们第一个最主要就是 香烟 槟榔跟喝酒 这三个是特别致癌的因子 尤其是中喝酒 那如果你是有抽烟 有喝酒的话 它的有一个加成的效益 也许你单纯只有喝酒 可能十倍以上 可是如果你用抽烟 又有的是喝酒到 20倍甚至到40倍 那如果你三个危险因子都有的话 有的人甚至说 另外有一层大概跟这个 我们有时候听过说 有些人常常胃食道逆流 造成食道黏膜的变异 大概有一层的人 大概是跟这个胃食道逆流有关 另外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如果你常常喜欢喝热汤 或者是喝热饮 热饮的话不要说 吃那种很烫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这很烫的东西 一喝下去有时候会造成 食道黏膜的损伤 然后你反反复复有这个习惯的话 也会增加这个食道癌的几率 不过就没有那么的高 有时候是两倍 有时候说到五倍左右而已 就不像喝酒的影响这么大 门诊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有一次 我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有一个病患 他大概五十多岁的一个中年的男性 他就回忆起来 他大概差不多三个月之前 他就会觉得有点 吃东西下去的时候 他也就会有点 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再过一阵子才才会下去 然后他有时候觉得停在这个的时候 他就多喝一点水 大概半小时左右 食物就可以过去 这种情形一般会误会 它消化系统没那么好 所以慢消化 对 会这样子 他其实有一群朋友都常常喝酒 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喝酒 他就跟他的朋友讲 说我有这个现象 他的朋友就说 你这大惊小怪 我们都有在喝酒 你不知道吗 这叫做胃食道逆流 他很好心 还要分药给他吃 他就吃药 吃一吃之后 大概一个月左右 他觉得他那种灼热感 或者是胃酸逆流的情况 真的有改善 可是他觉得他那种食物 停在这个胸口这个症状 好像没有改善多少 而且他觉得越来越严重 他在跑去找他的朋友 跟他讲说 你这个朋友说 我最近好像还是会停在这边 你们喂食道逆流 你们会不会这样 他朋友就说 你这样不行了 不行了 你怎么会变那么怕食呢 他就说你这个 这个你是 我是觉得你这个是 酒喝太少了 我跟你说 酒喝多一点 你就麻痹了 就不会痛了 千万不要相信朋友 朋友说风凉话 你们到底 真的 对 后来他听朋友讲 他还是大家一直开玩笑 他后来找我来看诊的时候 差不多他一直发现 他已经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他连喝水都不难喝 酒就不用讲了 酒他喝也是喝不太下去 胃镜检查下去 真的内视镜 皱到差不多25公分 到22公分左右的时候 去看到一个肿瘤 那肿瘤 其实这样看就是癌症了 他的整个肿瘤 就已经把整个食道管腔都沾满了 根本内视镜是没办法继续往下做 那这样就第三期了 至少第三期了 因为他这个时候我们帮他做 就当时就只能做个切片 做个切片之后就直接拿出来 我们也不用 下面胃都不用检查了 因为他到那个地方 内视镜都过不去了 我想他吞大概都没办法吞东西 那我们就直接跟他讲说 你这个真的比较严重了 而且你这个肿瘤这么大 而且有时候有些会 往前涨会压迫到气管 那其实有点风险 我们就请他住院 住院他就检查起来的确 他这个肿瘤旁边的一些淋巴结 这样我们纵隔腔一些淋巴结 已经转移了 那时候就接下去 去做一些化疗 也没办法开刀 那时候就大概是做一些 电疗 化疗 他的后来电疗做下去之后 可能一段他这个肿瘤 可能整个发炎还是肿胀起来 那个他的肿瘤 后来慢慢发现 有吃到那个气管 一开始不知道他有吃到气管 吃到后来在住院中的时候 他发现他只要一吃东西 就开始会咳嗽 咳得非常厉害 他不是喉咙这个地方 而是说他真的觉得有东西 他咳到食物出来 就这样咳嗽会咳到食物出来 然后其实肿瘤科的医生 他有经验 他觉得说这个会不会是肿瘤 我其实已经吃穿了 吃到气管了 就是等于食物吃下去 它就形成一个楼管一样 食物就一直流到气管 有时候会这样子 后来去做内视镜检查 才发现真的 它已经形成一个楼管了 这个时候就要赶快 在气管的地方放支架 保护他的呼吸道 不然这有时候真的 这有时候肿瘤吃过来 然后造成吸入性肺炎 很快就并发症出现 那怎么保护自己 就比如说你是抽烟的 吃檳榔的 喝酒 喝酒的 你当然每一年都要去 应该做 检查 才能看得出你有没有 如果你说三五年 等到吞咽困难 那医师说已经是第三期了 对 那存活率高不高 其实蛮比较低 所以说不到三成 一台医师都要投 你想 我们每次发生地震 大家开始想要准备 手电动 干粮 污水 机灸包 然后十几年没发生地震 大家有时忘了这个事情 就说我们过去 大家很注重大厂 为什么 因为很多名人有大厂 对 现在大家又开始关心这个 时代 建立这个观念 如果你真的是高危险权 真的建议你一年去做一次 对 你不要怕浪费钱 槟榔钱你都不是在省 真的 因为你也没在省 九千 对 这 省这点钱 你的健康会没有 对 瓜哥我再提醒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时到很长 大概20到25公分左右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吞咽困难 大家都以为是脖子的地方 就吞下去 他觉得吞没有问题 可是其实时到 它其实有中时到跟下时到 那像这些地方呢 你吞其实是可以吞 但是它会 食物会是卡在胸口 这个也算是一种吞咽团 有卡卡的感觉 就要去看一起还好这样 前一阵子我都怀疑我自己 食道 看那个形象 因为吞东西 吞东西每天 喉咙一直痒痒 我觉得好奇怪 后来选择 那个意思 没有啦 你就是喉咙发炎的 因为我是每年在照胃剑的 我有个坏习惯 就吃宵夜 我也食道可能会 对 所以我也是这个族群里面的一个 而且你爱喝热汤 所以不爱喝热汤 不爱喝热汤 因为他都爱吃热汤 很多 你们有些汤很暖才喝热 对 超爱的 你们都爱喝热汤 不要为了面子喔 因为我觉得它会太烫 我不知道舌头上会不太冷 就是适应那个热 而且我都会含着 就含到冷藏就进去 我也是 为什么要含着冷 让它吹冷就好了 对 你这个也更可恶 最烫的放进去寒 对 寒到冷藏 那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刚才补充一下钱医师 刚才那个案例 现在那种案例 如果病人还有求生意识的话 因为其实他那时候吃东西 根本就吃不下去 所以他一定要在肚子开个洞 然后就慢慢灌牛奶 来度过他最后的余生 所以其实很惨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 如果没感觉的 其实以恶性度很高 没感觉的癌症 有食道癌 胰臺癌跟肺癌 这几个癌症都是 每次到你最后 已经有感觉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跳过第三期以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像胃食道逆流来讲 当然现在 因为食道癌最近很夯 胃食道逆流的确 虽然会增加食道癌的机会 不过一般统计 要连续胃食道逆流 不好好治疗五到十年才会 所以也不要胃食道逆流 就觉得觉得非常 什么叫才会 你是鼓励大家 他还有时间 对 这听起来 听起来蛮安慰 可是哪有意思这样讲话 对 因为我还没有 会把后面的事情再整个补充完 但只要笨章取义 一般对食道逆流 有分四个等级 那到跳过第四个等级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八瑞士食道 或者是有的人把第四级 也称为八瑞士食道 它有一点重叠的地方 我先简单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像我一个三十几岁的男性 那他是烟酒应酬都有 饮食也不正常 那也有 因为为食道逆流来就诊 那那时候一开始就诊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第三度的这个状况 那第三度的状况 第三度胃食道逆流 当然我们都会很怕说 你之后跳到八瑞士食道 就会有百分之二 有食道癌的这个机会 所以就跟他说 你要小心追踪 他可是问题是 他因为工作太忙 他治疗了大概三个月半年之后 他就没有再追踪到 他就不见了 整个人就不见了 那等到大概两年多后回来 他说我这次真的很不舒服 结果我们一帮他做 就已经是所谓的八瑞士食道 那但是因为在帮他做这个胃镜 有八瑞士食道的时候 还有夹到一点点很异常的那个细胞 那我们就是劝他说 他还是要把它当作食道癌开掉 那你得知道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不喜欢去开这个食道癌的刀 原因是因为食道像一个管子在这边 你原本食物吃下去 就要经过这个管子进去喂 我今天把你开食道癌的刀 把你这一段切掉之后 你要用什么东西来接 要经过 对 大部分就是有几种常见的方法 一种就是把 那有的人呢 就是把大肠的一段 转上来当作食道 没有取代的吗 比如下水道 目前来讲 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生物的一些组织 但是还是不如你自己的好 它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并发症 排斥了 对 所以现在主流还是要用自己的器官 想办法来代替 那食道跟肠子口径是一样的吗 还是肠子 那个肠子 你一个水管修斜斜的 它就可以或者是把它稍微缝载 就可以用就对 对 有的人他的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他就会像刚才前医师讲 有点往前吃到气管的时候 有的人甚至开完之后 他连生带以后都没办 轻就是没办法正常 像以前发生的频率 重的话是连讲话 这个喉咙都要整个切掉 所以很多人会很怕开这个手术 那但是我还是跟他说 那一个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病人 虽然八月四道 我还是劝他去开 结果他很幸运 他开完 就是 他实际上来讲 如果他不开刀 他再拖个半年 他应该就会跳到第二期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你要做那个决定 是很重大 可是当机立断 有时候就会减回你一命 很多人听到第一 初期或第一期 他就说我来电疗跟化疗 可是你要知道说 食道癌这一个 目前电疗跟化疗的效果 所以他初期就算发现 也很麻烦 也要接 对 最好是赶快开掉 其实就OK了 听到这里 我想大家非常担心 食道癌这件事 说治疗也很恐怖 对不对 但是大家有没有 最近两个案例 它有两个相同的特征 一个是都是五十几岁之后的 第二个都是男生 对 的确 食道癌好发于男生 女生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我现在要 不是说女生就不会发作 我补充一个女生的案例 但是我大概在 看一些危险因子 我举这个案例 真的是危险因子 我至少抓到三个危险因子 那时候是我当 在肠胃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那时候收来一个 六十几岁的阿嬷 那阿嬷是女儿陪她来住院的 她跟女儿说 阿嬷很早就结婚 然后生了七个儿女 那七个儿女都住在外面 那她跟阿公一个人 住在那个永和那边 那去年阿公中风过世了 那阿嬷一个人住 那一个人住 阿嬷是日据时代都没有读书 都不适智 那她一个人要干嘛 她就那边听收音机 然后喝喝小米酒 然后有抽烟 然后她抽烟一定要配小菜 那她配什么小菜 她喜欢煮一锅菜汤 她喜欢喝很烫很烫的菜汤 那菜汤完之后要是不烫了 她一个人喝不完就把它冰冰香 隔天再来加热 再继续喝 那这样子大概有时候一锅汤 可以喝到一个礼拜 因为阿嬷是很节省的 对 那后来她女儿回去看她 阿嬷说她喉咙怪怪 其实阿嬷喉咙一直 她一直有一种咳痰的动作 大概已经半年了 那最近比较不舒服是 她会流口水 莫名其妙就一直流口水 那流口水 阿嬷认为说 她是不是喉咙哽到鱼刺 要她女儿带她来看医生 我看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很严重 那时候已经很严重 她跟我讲一句话 我永远记得这句话 她说她喝水 好像在吞铁球一样 她说喝水进去 好像很痛苦那样子 那后来 大概我们做完那个胃镜 一看是那个 那食道癌末期 那食道癌末期 也不能做任何的治疗 大概就打化疗 可是你知道 年纪大 一打化疗下去 整个免疫力往下掉 那后来就肺炎过失了 它有几个危险因子 第一个有抽烟 有喝酒 爱喝很烫的汤 然后菜汤隔夜了 会产生硝酸盐 硝酸盐在我们种植物的肥料 那叫蛋肥 蛋会产生硝酸盐 那硝酸盐在经过细菌的发酵 会产生亚硝酸盐 那你如果跟肉跟香肠 含氨类的食物又一次 又会产生一个亚硝氨 其实包括火锅汤 菜汤其实很多的都会有 其实当天做的菜 不要做过量 就当餐做的东西 就好 我是亲子部落客Lulu 那我要分享的就是 我在2013年 就是公司渐渐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 那时候医生就照腹部 潮营波 就发现说 左肾跟右肾都各有一颗血管瘤 然后左肾是0.9公分 右肾的话是2.3公分 然后我就问医生说 为什么会长这个血管瘤 他就说这个没有原因 跟饮食也没有关系 那其实那时候 我就是左肾右肾都长了以后 那医生也说没有原因 那我不是不相信医生 所以我就是还是回去搜索了一下 因为我想说看一下可以怎么预防 或者说之后生活可以怎么调整 这样子 对 那我发现好像就是无解 然后就是 对对对 然后就是像医生 你别说什么对不对 对 就是他就没有任何的原因 然后也不会痛 对 我就是健检完以后 就是心情低落了大概一两个礼拜 因为我就很怕他会一直长大 然后但是就是时间久了以后就忘记了 那你追踪吗 追踪 有 还是有追踪 有长大吗 后来就是2017年就是在健检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说 左边的就不见了 对 但是右边的就变成3.9公分 医生讲的就是可能4公分以上 就会有破裂的危险 然后因为其实自己也是有小孩的人 然后就会很害怕 然后就有一次我儿子他就是在玩的时候 就不小心踢到我的腰 然后对 我那时候我就当场就 眼泪掉下来 因为其实当妈妈 最害怕的不是痛 最害怕的是 没有办法陪小孩子长大 对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眼泪又掉下 我就跟我儿子讲说 就是你不可以这样踢妈妈 你如果这样踢妈妈 妈妈就不能陪你长大了 对 但是 OK 对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什么感觉 小孩子 对 然后就是时间久了以后就是 因为不会痛 所以我就又忘记他的存在 肾脏会长血管瘤 我以为是脑袋 对 那个 这个不是血管瘤 这叫 那又有人叫做 血管肌肉脂肪瘤 它是一个肾脏最常见的一个 良性肿瘤 我们常见的说什么脑子会长血管瘤 那是从血管 因为血管结壁组织变化 血管破坏掉 会像鼓气球一样鼓出一包 那叫血管 那个很容易破掉 那这一类的 它是一个软组织的 软组织的良性肿瘤 就像我们身上有没有 有一个脂肪瘤 有没有 可是它里面可能有脂肪 可能有肌肉 可能也有血管 那如果说大部分都脂肪 脂肪跟肌肉比较多 它不会很大颗 最多两公分而已 所以那个都不用你趴 它都不会怎么样 如果是那种血管比较多的 它会比较像是血管瘤 那种它会鼓出来 它脂肪瘤会越来越大 那超过四公分以上 有四成自己会破掉 那破掉会出血 所以四公分以上的血管脂肪瘤 有可能会出血 有可能会压迫到你肾脏的组织 那个其实可以去做一个叫 酸塞的一个治疗 用一个酸塞的方式 但是你那个3.9公分的 的确要特别小心 我觉得那里面的那个 血管的成分比较多 所以它会每天鼓出来 那3.9跟4公分差0.1公分 那有可能是 我是觉得这在追踪 一定会超过4公分的 就我刚刚讲 用一个酸塞的方式 就打个管子进去 然后打一些高浓度的酒精 或一些酸塞剂 就直接把它酸掉就好 就不会破掉了 那那个东西其实 不要担心是没有大风 那如果说你说我没有去做治疗 什么时候破掉 你自己知不知道 出现血尿 就小便莫名吃 奇妙就突然红起来的时候 那要特别注意 那个有可能就是破掉了 可是破掉会怎样啊 对啊 这跟脑血管流下来 破掉有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往里面 往肾脏跑 然后跑出来就看到就是血尿 那一个是往后腹腔破掉 后腹腔破掉 你就会一直 然后大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一样会压迫止血 只是你会有一包的血 流出来在你的后腹腔 那它都不会痛吗 如果这样 会 其实肾脏在流血的时候 事实上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 然后最后会有一点压迫的那种 脏脏的感觉 对 脏脏的感觉 对啊 你目前都没这种情形嘛 那你有想去做酸塞吗 那医生我想请问一下 做酸塞的话会流疤痕吗 那不会 这很重要 就类似血管射一样 有个管子打到你的血管里面 并不是一个大开刀这样子 我是 人家也是说 如果是肝的状况也不会痛嘛 然后我是18年 就是今年的7月做了一个健检 然后检查出一个东西 是我从来没有发现过 他说我的左边的肝 有一个一公分的血管流 但是因为我是真的完全没有感觉啦 然后医生也是说 你不要紧张 他就说你就是观察 他有没有长大 如果他有长大你再处理 如果没有长大就不要理他 他说有很多是 很多是什么小时候 baby在发育的时候就留下来的 可是我就觉得 那为什么我每一次检查 都没有检查到 是那个机器 比较低阶吗 还是 就是对啊 比较低阶 他可能检查不出那么细这样 因为我们的血管流在肝脏里面 大部分像小科都是白色的 我们叫高回音 那如果假设你以前的有脂肪肝 假设以前有脂肪肝 它那个颜色对比就出不来 因为我们有脂肪肝的人 肝脏它都是属于高回音的 比较白 然后你的血管流也比较白 这样就看不出来 也许你现在变瘦了 变瘦之后 它那个脂肪消失掉 那个血管流就显现出来 那有时候你要 很多都看不到了 对 那有些人他的 有些人本来有血管流 然后他后来过一段时间追踪 发现血管流不见 他很高兴 其实不是 脂肪变多了 变多了 它那个对比找不到这样子 那当然第一种可能是 真的是新长出来的 就你本来都没有 后来就长大 这个年纪刚好 它出现一个血管流 那这种的确是追踪就好了 里面的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那只要追踪一段时间 都没有变化 其实真的不用太担心 那我有问题 大家如果一直追踪 要追踪到多大的时候 就觉得你确定是很有问题 其实照理说 它这个 所以一般来说 你追踪个三年左右 如果它的大小都没什么变化 大概就稳定了 OK 那我今天讲一个案例 就是说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案例 就是它有一个二十几岁的 一个是 她是妈妈孕妇 她就怀孕 那怀孕的时候 那时候 她的肚子越来越大 那大概差不多七个月左右 肚子大起来的时候 她开始觉得胸 就是 那去做产检的时候 她就跟那个妇产科医师就说 我这边 这越来越痛 就是整个排骨 就是我们肋骨下方 这两个有点顶起来 然后她就说 这个很多妈妈都会 因为你肚子大了 到了她就会有点压迫 她说 可是我就是 左边还好 我右边比较痛 她那个超音波 她照态 她就说 我顺便帮你看一下 看到肝脏的时候 发现一扫 这那个肿瘤 她就想说 这个肿瘤 她就转介给那个 胃肠科 肝胀科来看 我们做一个超音波 发现 那个瘤它有到 十亿公分 这么多 对 刚才有十亿公分 然后这个病患 本来真的都不知道 没有什么症状 那可能是 它那个 慢慢肚子变大之后 它的那个肿瘤也大 它就是往上往外 然后压迫到我们的肋骨 然后压到肋骨 它开始就有点感觉 那时候很害怕 那就是做核食共振 检查起来就是血管瘤 所以我们的血管瘤 是可以大到十公分以上 这种自己的病患 有到十七公分 十五公分以上都有 那它比较 比较需要挣扎的 就是说 它现在怎么办 因为它的 第一个是会痛 第二个是说 会不会破裂 会不会有危险 那因为现在刚才说 肾脏大概四公分以上 就可能破裂 其实肝脏的还好 因为肝脏的血管瘤 它大部分 它外面有肝脏包覆住 它是长在肝脏的中间 它不是长在表面 但是有些人 他如果真的长在表面 他的确大到一个程度 有破裂的危险 他们身上就是也是在挣扎 因为住宇宙的时候 那个时候 它是怀孕的状况 怀孕的状况 像它到底要不要开刀 其实他们就是挣扎了很久 最后它是选择没有开刀 等到小孩生出来之后 它就是在追踪 但是这个风险还是存在 一般来讲我们是 如果是你的肝脏血管瘤 是五公分以上 但是你是运动员 比如说你会常常 打篮球撞到的 那你会破掉你要开刀 然后大于十公分的 不管你在表面或者是里面 它会有 自发性出血的问题 那这个应该是 像刚才前医师 如果有到十七公分 其实他都要认真考虑 介入处理 对的确我们在门诊 或者诊间里面 常常会遇到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突然间检查 你会发现说 你可能长了一个东西在那边 那我其实有一个 六十岁的一个病人 他真的是一个高危险群 他其实是 长期的糖尿病的一个病人 那他其实很乖 每三个月都会固定 来做检查 然后服药 可是呢 他就有一段时间 来去做检查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 奇怪 我们在检查项目里面 你的肝功能 一直都往上不再跑 一直问他说 你某是哪里不舒服 或者是有哪里 不对劲 他说他最近是有一点点 就是说 感冒比较不容易好 常常会微温 有点时候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不舒服的情况 可是他觉得说 糖尿病久了 感冒比较不容易好 本来就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他的食物 我们就讲说 那你肝功能这样不好的话 你的饮食会不会 吃不下 或怎么样的情况 他说不会饮食 还是一样吃得很好 而且他 非常喜欢吃腌制的 非常喜欢吃腌制 可是他吃的腌制很特别 他喜欢吃腌制的 海鲜或海产类的 而且是生的去腌 不是煮熟的去腌 强 强好 对对对 他喜欢吃那种东西 而且他很喜欢吃 他们讲说 那肝功能高 又饮食 这样子的情况 蛮奇怪的 那不然这样子好了 肝功能一直爬阵 还是做个超音波 做超音波一扫起来 就说 奇怪 怎么肝上面 好多颗小小颗的 东西 搞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做进一步的检查 就进一步的 电脑断层切出来 发现它 长了 肝农氧 肝农氧 就是肝脏化膿 就是我们有化膿 可是它在肝脏里面 然后就一包 一包一包一包 小小包的浓 那个小小包的浓 大多数跟 寄生虫有关 所以它如果吃 海产类生的 然后不干净的话 你又才很喜欢吃 然后糖尿病久了 免疫力低的时候 没办法去除掉这些 它还能够小小包 可是这个很严重 一般来讲化膿都会不舒服 都会感觉 哪里不舒服 或者是痛的情况 可是它完完全全都没有 完全不知道 它说它有肝农氧情况 后来我们还是找外科 那外科看了也是真的很傻眼 因为怎么会放到这么久 肝农氧的那个部分 其实一般都是属于 正常的免疫力很低下的时候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周边的 一点点小因素就可以造成 其实糖尿病人肝农氧很常见 而且一旦肝农氧很延迟遇到的时候 其实它的死亡率会变得很高 反而比刚刚那个血管流 致死率高很多 因为它会死于败血症 我是美妆YouTuber雨翰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妈她的 就小时候我很喜欢趴在她身上玩 有一次她躺着的时候 我趴在她肚子上 不小心压到她左下腹的地方 她就觉得压到的地方 有点奇怪 摸了一下发现明显硬硬的 然后我也摸了一下 就也是硬硬的 但是她不会感觉到痛 她就有点紧张 赶快打电话给我阿姨 因为我阿姨是护士 所以她一听就觉得不太对劲 就赶快安排她去医院做检查 检查一出来 医生就说这要立刻开刀 是脾胀癌初期 后来就是整个脾胀都切除 我爸就说 医生就有拿给她看她那个脾胀 然后我爸说她当时看到 是觉得那个脾胀很大 就有感觉是 应该是被肿瘤给撑大了吧 所以在肚子里面才会明显感觉 摸起来是硬硬的 对 然后后来我妈就是 也是一个月住院 然后有抽骨髓检查 看有没有转移 然后有做化疗 我出院之后半年 每个月都还要回去做化疗 也好险我当时有压到我妈 虽然她那时候完全没有感觉 她只是觉得那阵子 比较容易累 还以为是工作压力的关系 对 没想到会是脾胀 对啊 好可怕 那现在呢 现在她就是非常注重健康 很早就睡了 然后也很 就是吃得非常非常健康 所以没有脾胀了 对 没有脾胀 没有脾胀不会贼 对 没有感受 会怎么样 她的勉力力会比较低下 就是我们俗称讲的可能比较容易 感冒这样子 但是其实是还要 但是有些特殊的菌种 像肺炎双球菌那种 就会完全没有抵抗力 所以这种病人每五年 至少要打一次那个 肺炎双球菌的那种疫苗 脾胀癌的这一个东西 脾胀容易长得癌症有两个 第一 有三个 一个是 领巴癌 一个是恶性血管肉流 第三个是所谓的 转移 领巴癌虽然会让脾胀肿 肿起来很大感觉是领巴癌 可是它打化疗会全部消掉 所以当初你妈妈种种的时候 如果有做到正确的组织诊断 或许只要打化疗 连刀都不用开 最后就是说脾胀癌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说 万一真的是恶性血管肉流 或者是真的是局限在脾胀的领巴癌 或者是说你真的是一个转移在这个地方 那的确整个拿掉 对你来讲是一个 预后会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不过因为 那我看当初的病例是怎么样 因为脾胀来讲 因为它本身没有神经 它要肿到贴到你腹膜的时候 腹膜有神经 你才会有不舒服 其实我们的卵巢跟子宫颈的话 它本身也不太会痛 那如果说卵巢会痛的话 大部分可能是 譬如它长得肿瘤 有到扭转 坏死的情形 或者说真的有严重的感染 到农氧才比较会痛 那我现在要分享比较特殊的案例 她其实是一个42岁的女性 那42岁她之前的话 因为她脑部有开过刀 她有长肿瘤开过刀 所以她 她觉得说 没有月经 我也没有想要生小孩 我就觉得没关系 她就不想要看妇产课 那是说到最近几个月 她觉得肚子越来越胀 她觉得说 肚子越来越胀 变胖了 那也是人到中年嘛 都正常的 可是是她家人就说 你又没有男朋友 你都肚子那么大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要来叫她做检查 所以一来 我一扫超音波发现 她 对啊 那她也不会痛 她就只是觉得肚子胀胀 然后整个肚子就是鼓起来 这样子 那我们做了检查 后来把她开刀 发现她是一个 那个粘异性的囊种 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囊种的话 复发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会 把她左边的 那另外一个案例就是说 她其实是一个56岁女性 她也是没有月经 那也不会痛 那就只是这半年来 就是觉得 那她觉得受不了之后 半年来之后来做检查 超音波一看 她肚子没有长什么肿瘤 但是全部都是腹水 对 那我们就想说 腹水这样长也不是正常的 那我们就把她腹水 抽出来做检查 发现她是恶性的腹水 那可是不知道来源在哪边 所以只能开刀进去 找她的肿瘤的来源 是在哪边 但超音波看不到的时候 我们肚子一进去打开 发现她整个腹膜 跟网膜上面 都已经是小小小小的 那个转移性的肿瘤 就长了一整片 那后来诊断出来 她其实是已经 末期的那个卵巢癌 就只能做化疗 做治疗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卵巢癌 它本身的话 也是一个沉默的杀手 就是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症状 大部分就是可能 疲累 食欲减低这样子 所以大家很特别的小心 这样听起来 好像所有癌症都不会痛 会痛都是比较后面 对 所以为什么要做生理检查 真的 那第二条 好 第二条 体内破洞大出血 竟能自我修复难发现 没错 这是我的妈妈 而且才是最近的事情 才一个月前的事情 就是因为她是洗身患者 然后她本来就有 睡眠不好的问题 然后她所以晚上 会吃一些安眠药 然后所以那一天 她就其实 她因为年纪大 老人家她其实是没睡好 她不是没睡着 所以她就一直觉得说 我没睡着 我还要继续睡 那我就再拿半颗安眠药来吃 可是那时候是早上七八点钟 然后她就手要伸 可是其实她的脖子以下 应该是没有醒 她就是头一直要过去拿 所以其实我家的床 才滴滴的而已 就给她老人家睡 她就整个翻下来 她就翻下床来 可是我们正常人 应该会去手肘顶一下 或什么了不起 就是擦伤什么 她没有 因为老人家 可能身体也没醒 吃安眠药 所以她就整个 鵝 幼鵝 然后整个撞到地板上 所以 对 可是因为平常 她常常在摔倒 老人家常常在摔倒 而且 她跟那时候摔倒的 就是坐着会怎么样 所以就想说 没事 没事 我们时常还取笑她说 你好耐摔 就是你好耐摔 都没事 所以一定在想说 好 好 好 那就问她说有没有事 她说 没事 没事 就是 她揉一揉就好了 这样痛痛的 揉一揉 就没事 没事 我说你确定没事 她说我要睡觉 没事 没事 然后我就让她去睡觉 结果大概再隔了三个小时 大概十点多 我在 她 我再去看她的时候 她发现她 她还在讲另外一个次元的语言 你知道吗 我说 我说你在说什么 她是醒的吗 醒的 醒的 可是我听不懂她说什么 再隔一个小时 我就还继续再让她隔一个小时 完全不行 她已经起来 已经 非常可怕 就是整个在几个小时内 完全变一个人 你知道吗 然后 真的 更是讲话完全听不懂 已经彻底听不懂 立刻送她去急诊 而且已经 而且是塞不住的那种流鼻血 然后急诊了 后来 他们就 医生很快就做治疗这样 然后也是就照CT 就照 然后就发现 她的 可是脑很神奇 她是撞这边 可是她伤的是斜的 是后面 是左脑的后面 对啊 所以是脑部是斜的 然后她就撞到这边 所以这边有一个 超大的 但是16公分 太大了 对 非常大 而且她那时候就开始乱 就开始乱 然后我们家人都到 我们说你不要乱 而且就给她躺在那个床上 然后开始一直撞一直撞这样 我们说你已经伤到脑了 还在那边撞 然后我们就说你不要这样 结果我们就一直骂她 说你不要这样 你乖一点听医生的话 结果医生反而跳出来替她说话 然后这是正常 对 脑伤会这样 她在混乱 对 所以说到脑部的外伤会这样 我们说真的 不是她在乱 她说不是 可是还是得就是束缚她的行为 所以就整个绑起来很可怜 然后马上就送家务病房 然后那时候神经外科的医生 是跟我们说 因为她年纪很大 快七十七十岁 快八十岁 就说看她的状况 有没有把那个 继续停止她的出血 如果没有就要开脑 就后来没有 她就说好在她的这个 就直接就是停住了 可是就是那个血块 要让她自行吸收这样 所以就没有开脑 那好时间 对 然后后来在家务病房 住了很多天 那那个医师也很好 我们后来比较危险的一次 是中间有一次 就是交病房 有可以进去贪亲的时间 就进去以后 大概中午十二点钟 进去看她 原本还好好的 她就是呆呆的这样 结果后来 她就突然之间就整个压起来 你知道吗 就整个刹起来 然后咬自己嘴唇 这样整个人 我说 我去大笑 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她就整个人就卷起来 然后所有的医护的人 全部冲过来 她说她癫痫 然后医师就一直把我赶出去 说你出去 然后她就整个拉起来 然后我就想说 发生什么事了 急死我 她就癫痫 就是也是脑部外伤的一个状况 不是比较懂明理 一般人会拿到公庙去语 可是她讲的语言又听不懂 对 对 完全听不懂 就感觉没事 一下好一下 精神不好 对 而且她那段时间的记忆 会完全不见 然后譬如说她稍微能讲话一点 可是也只有我们家的人 听得懂她就说 然后我怎么在这里 她说我们家里为什么多装了一个什么 我说我们现在不在家里 对 她已经完全 就是她 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 阿嬷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就是也是查一些资料 想说就顺便请中医会诊 其实效果蛮好的 就是三天的72小时内 然后神经外科的医师也同意 就请中医的医生针灸 就是她通一些血脉什么的 所以她语言恢复的那些什么速度 都还算蛮快的 所以破了那个医师就医 她在开始就医以来的 她这个年纪的话 原本昏迷指数医生判断是4 然后大概在 完全不正常 对 我觉得真的有神功互提 你有去公寓 没有 有去拜一下 内出血 我们在讲内出血 到底原本说到底要不要马上开进去 我就举一个案例 最近那个大家很流行 骑脚踏车 对不对 你们如果骑脚踏车跌倒 然后突然腰痛 会不会去挂急诊 那天其实有一个门诊的 其实她就是35岁的女孩子 然后去跟35岁的女生 跟家人一起去 河滨公里骑脚踏车 那她都有带那个护具 那结果不小心跌倒 那跌倒就那个手把 你知道吗 手把刚好撞到右边的腰 那右边的腰 她就不太舒服 她就爬起来 可是一下子会痛 可是她觉得说就撞到 就再观察一下 对 她总共她回去 还是有点酸酸的 然后她就贴个那个 骑脑踏手 大概观察了三天 那大概都没事 然后后来不久之后 她的同 她这边右后方 在补出一块 很大很大的肿块 然后人开始 她的同事说 你的脸色怎么苍白 她来找我门诊的时候 已经是 这么久了 一个月之后 她觉得酸酸的奇怪 那一块鼓鼓的东西 一直存在着 那我一进来 我就问她说 你以前有没有贫血 因为我看到脸色 只要一身一眼 就看到你贫血 那个血色素一般都掉到10以下 那我就问她 那个以前没有什么缺铁平 很多女孩子本来就贫血 她说都没有 那她又给我看 她跟我描述她那个骑脚踏车 她给我看一下后面那个 我一摸 好大一坨的东西 就赶快转到那个急诊室去 抽血色素剩下8 那血色素8 正常女孩子血色素12到16 那表示她有一大堆的血 不知道流到哪里去 其实那一坨 我事实上就是内部血 她那一次撞击的时候 肾脏有一点撕裂伤 那因为我们后腹腔的空间有限 你看她就像一个水龙头 一直在流流流 流到最后之后就 就整个就越来压力越来越大 就把她压迫 压迫就止血了 那止血之后 她事实上也就没有再 也没有再出血了 这个很危险 是说万一没有压迫止血 她可能会 那她很幸运就自己就止血了 可是她为什么一直酸酸的 因为她压迫到她的肾脏 她的肾脏 事实上也被压迫之后 一直有那种酸酸的感觉 后来我把她压一下 她的肾功能的确有往下降 她从原来大概80分 肾脂球过滤率有80分 降到大概50分 然后她这个那一坨血怎么办 她就让她慢慢吸收 那时候就不需要开刀进去 再去弄她 因为开刀进去是一个 更严重的一个伤害 那就是要住院观察到的一些 生命真相 能保守治疗的时候就保守治疗 那如果不行的时候 就是要开进去 是 我是鱼儿 我平常就是展场的模特 然后也是直播主 那我也是有关于 就是脾胀的问题 就是我之前就是 我妈妈妈骑机车载我 就是这样跌倒而已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腰很痛而已 就好像散到腰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先去 就近的那个诊所检查 妈妈比较严重 她转去大医院 然后那时候我就找X光 医生就说 你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后来我就 爸爸就载我一起去 妈妈那个大医院那边 然后医生就说 你要不要再检查一下 然后后来我就去做了抽血 电脑断层 医生后来很临重地来告诉 就是我爸爸说要开刀 他说因为你的血压一直下降 就是不知道 他就说你内出血 血压一直下降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哪里出血了 我还说真的要开刀吗 我说不开刀会怎么样 他说会死掉 我就说没关系 我不一样 因为他说那个 而且他找不到哪里出血 开完刀开了四五个小时 我醒来的时候 医生就说 你的皮脏破裂了 所以我整个皮脏就是被拿掉 你现在也没有皮脏 对 所以我就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只是稍微这样子 散到腰 没有撞到 都没有撞到任何的东西 其实在外伤的情况之下 皮脏破裂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呢 很少人会在第一时间内 会感觉到皮脏破裂的一些不舒服 那血压下降 当医师跟你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血压下降 越来越低会出现休克 我千万不要再在意吧 对对 不要在意吧 如果体内破洞 我有一个可以补充一个案例 就是我有一个病患 他是一个65岁的婆婆 那他差不多10年来 他常常一阵一阵常常 肚脂会痛 然后就是在肚脐周围的地方会痛 到诊所的时候 那个医生有时候帮他做促诊 他都到底你是哪里印 然后医生就很认真帮他按一按 又没有了 他反复几次 他就觉得说 好像来得很快 就突然痛起来 然后有时候去就医 他又消失了 症状又不见了 那后来到有一次到非常的剧痛 也是一样 同样的位置 在肚脐下方的地方 然后他这次就痛到受不了 就是冒人汗 不然他整个肚子都剧痛 完全没办法站起来 然后家人就把他送到急诊去 这时候就不去诊所 就去急诊 那急诊的时候 他那个诊治的医生的时候 就问他说你哪里痛 他就抵一个点 某一个点 那这个点其实也不是 一般我们说盲肠炎的那个位置 就在肚脐的周围 那医生就觉得说 一般的腹膜炎 大概会整个肚子都痛 很少会单纯是一个点 他就帮他做一个电脑断层 那电脑断层做起来的时候 就发现 它的肠子跑出去了 它是产生一个 肠壁有一个破洞 产生了一个扇气 你可以看到我们箭头指的地方 这上方那个地方 它有一个肠子 跑出去一小段 那卡在那个地方 那一般来说 我们肚子如果扇气的话 肚子会鼓起来 所以他那个扇气出去 那肠子出去的时候 外观看不出来 他是自己可以感觉得到 那个地方是揪成一团 但是其实你医生在外面这样看 看不出来是扇气 他这一次的话 大概就是跑出去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那个肠子在那边 其实卡在那边 也有点坏死的现象 那时候就紧急会诊外科 外科说这个大概还是要开刀修复 谢谢大家